戳球老是不稳定,旋转不强 戳球 稳定和旋转 其实它是一个矛盾体 你想你的球 戳得很转 那么你要把它控制稳定就很难 对吧,因为你在加摩擦的时候 它本身就不太稳定 而且戳球 它不是以旋转为主的 一项技术 戳球它是以控制为主的 以调节落点无限为主的 我们很少说看到比赛当中 这些运动员 手腕大幅度的去戳 去加旋转,很少他不会这样戳 他顶多是摆短 手腕轻轻挑一下 摆一下短,把弧线撇一下 最多撇一下,就不得了了 所以这个 关于戳球方面,你要稳定 首先手腕就不能动多了 不要摩擦太多 以控制为主,轻微的抖动一下 就行了 这是稳定,再来说转 你要想戳的转 你就不要谈什么稳定了 你戳的转 你可能,比如说我正反手 突然我加个旋转 劈个长 或者是我加个加转 戳个加转出来 让对方不好期待 把别人戳死 对吧,就是一般般得戳死 这种要戳加转呢 还是我们之前说的 一个动作幅度不能大 你不能像消球一样的动作去戳 对吧,你能戳上台吗 对不对,随便你往后退 你用小球去戳那可以 在台内,动作尽量的小 手腕还是放松 我刚讲过手腕的用力嘛 戳球的手腕用力也是一样的道理 手腕它是不会主动去乱动的 是用前臂带用手腕进行发力 也是先放松 它也画得像一个圆一样的 我们正手拉球是这样画圆 是吧,前面尖,下面这个弧线弧度大 那么我们戳球呢 是上面的弧度大 上面的弧度大 下面的弧度小 是吧 对吧 这后面的弧度大 回来自动 戳出去 所以还是在于你的控制 不要总想着一般把人戳死 你戳加转的目的 是让别人不好齐吧 但并不是说我要戳的让别人拉不起来 不可能 你想戳球让别人戳的拉不起来 风险太大了 你没把别人戳死 自己先失误了 对吧